据海外网12月19日报道 当地时间18日早晨 印度军队在印巴实际控制线的巴放一侧 齐里克特地区五端开火 将一架载由两名军事观察员的联合国车辆作为目标 导致车辆受损严重 释发后巴基斯坦军方火速出手阻止 并展开救援行动 目前车上两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没有受伤 已被巴基斯坦军队营救并安全撤离 据了解释发地点位于印巴石控县附近 当时联合国车辆在巴放一侧行驶 对面的印军突然开火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 联合国车辆的四周挡风玻璃 以及尾部都有明显的弹口 这说明印军方面使用的是实弹 众所周知印巴克什米尔时空线附近 经常性爆发物理冲突 但这一次联合国车辆在巴放一侧行驶 没想到被印度当成了攻击对象 让人匪夷所思 难道不认识车上UN的含义吗 在近期的联合国大会上 巴基斯坦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克什米尔 调查该地区人权等问题 印度方面对此表示不满 并且印度在入场事已上近期 又遭到了拒绝 莫迪在11月中旬 给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打完电话后 印媒称拜登可能支持印度入场 但印度入场需要五大常任 历史国一致同意 这次也没能实现 印媒称只有四常同意印度入场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 请不吝点赞订阅